Hello 大家好 業主的保心安 哥頓 今天來到中山的板符 有業主委託哥頓幫他收一套 介紹葉香山御虎 110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的單位 究竟介紹香山御虎的單位質量是如何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 美好灣區生活 首選行藝置業 歡迎來到我們九龍太子展銷廳了解 來吧 現在師傅驗完了客戶的單位 或者我們一起去看看 究竟這間單位存在了甚麼問題 進來 這裏師傅已經直接明了 門框有滑痕 這裏有滑痕 包括門套是沒有收口的 這邊也是滑了箭頭 標識得非常清楚 這些沒有收口 沒有收邊的情況 其實擠上膠就可以了 亦都希望介紹可以重視 我們業主單位的一些維修問題 這個門反而是很正的 沒有看到有滑痕 損傷或者是鎖不漂亮 暫時沒有這些問題 這間單位是110平方的三房兩廳兩個洗手間的單位 我們過來廚房看看 廚房到時候可以做一個Aaron廚房 只剩下一邊位 只剩下一邊位 當然是用來放洗衣機 我們看看廚房這一邊 都不錯 長身方面 沒有開裂 也沒有空鼓 做得不錯 反而就是這個門窗 這個窗這裡是鎖不緊的 拉隙會比較大一點 鎖不緊 這些就正了 這些真的不動的 但這個就有點憤怒 這個 這個就有點動了 有點鬆動了 要介紹這邊過來看看 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 導致了 他這個關了鎖了之後 都會是鬆動的情況 OK 其實整間單位 我是有看著師傅 一邊驗一邊在這裏登記 寫在這裏 其實這次師傅驗這間單位 除了驗了我們一些 長身有沒有開裂 有沒有空鼓 包括我們的陰角 陽角 線值不值 還有場面是否平整 這些驗了之外 其實師傅今天做到了一件事 就是驗了地面 是的 驗了地面 當然地面是有問題的 有空鼓 還有開裂 這些全部都有問題 不過當然我也有跟業主溝通 其實這個問題 就不算太大問題 為什麼呢 佳兆葉 香山與虎這裡 他交樓 是將地台升高了大概五公分左右 升高了五公分 其實換句話來說 如果地面沒有問題 其實也可以正常鋪磚 鋪磚 鋪水管 鋪電 包括到後期鋪瓷磚 鋪木地板 也沒有問題 但是變相壓縮了 整個空間的高度 所以其實也會建議業主 將地台升高了 至少節省五公分 這五公分鋪了水管 鋪了電 鋪磚磚 其實都差不多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高度 可以再過來看看 地面究竟是有什麼問題 導致了我會建議業主 將整個地台升高了 可以見到其實時間會比較久 其實都已經是 用手一拿 其實是拿得起的了 已經撲光了 全部是這樣 用手一掀就掀起了 撲光了 好像威化餅一樣 脆的 除了是這些撲光的之外 其實也都有開裂 空骨 空骨 我們一個走廊 這個位置也是開裂空骨 空骨 也是有的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業主 撲光了這個地台 我們出來看看這個生活露台 這個生活露台的話 日後這一邊就可以用來洗衣機 包括我們一個燃氣 燃氣管道在這裡 到時候熱水爐都可以放在這裡 看回天花方面 就沒有滲水 沒有流水 這個露台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它會有一處空骨 在我們這個玻璃門的後面 上方是空骨 師傅也是登記了 我們再進來看看 這個就是客廳的飄窗位置 飄窗位置的話 這個範圍到這裡都是空骨 這些也是要發展商去幫我們去執修 這個也是空骨 這個問題也是和廚房的窗一樣的 鎖了之後是有房洞的 就是鎖不緊 再過來的話 就是我們一個主露台這一邊 主露台 也是觀景露台 其實觀景露台也是很美的 遠處可以見到山景 也是非常之美 OK 關注我們單位裡面的東西 露台外面 左手邊這個位置 這個區域就是空骨 這個區域是空骨 然後對過來 其實這裡是有開裂的 這一邊是有開裂的 嗯 這邊開裂 OK 除了這個開裂之外 其實地下也是有開裂的 這個地下的開裂 其實露台外面 沒有升高度 所以這個開裂就要重視 看看怎樣去補回它 OK 我們先過來看看 第一個洗手間和第一間房的位置 這個洗手間 到時候這個位置 就是可以做一個洗面盤 上面長角的位置是有空骨的 第一個洗手間 反而OK 不錯 多漂亮 因為現在暫時沒有驗到有空骨 包括地下 這些位置也是沒有驗到空骨的 但是我這樣看 其實排氣口的方向 其實是有水流下來的 不過這個也不算太大問題 為什麼呢? 始終你還沒裝修 那個位置還沒裝排氣線 還沒裝成 其實問題都不大 再過來 這個就是第一間客房的位置 第一間客房 OK 第一間客房都OK 都沒有看到師傅寫到任何字 顯示它不漂亮 或者有空骨 暫時都沒有發現有的 其實這間單位就OK 這間房 不過地台就真的高了 如果是不剷了它直接鋪 其實就會矮了 可能會有少少壓抑 我們再進來看看第二間客房 這間客房和我們第一間客房的方向是一樣的 當然了 看見是很漂亮的 相當之漂亮 也看回山景 其實好像幅畫一樣 真的很漂亮 好像幅畫一樣 這間房就有少少問題 長身有開裂 長身有開裂 包括我們一個飄窗 這面牆是有空骨的 還有也是有開裂的 也是有開裂 OK 還有其實也都可以見到 這個位置 就不是說交樓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了 即是它交樓之後 發展商也都派過來去檢修過 其實當時可能也是發現了這裡有空骨 其實已經拆了整過一次 但是因為顏色不同 整過一次 但是我們現在來驗 還有空骨 當然也是要求它繼續和我們去倒閉 OK 我們再過來看看主人房 對了 主人房 主人房上方 這個就是飄窗位 上方這裡有開裂 這個位置有開裂 這個位置有開裂 這一面牆也是 發展商是當時撿過一次的 因為其實不同顏色的 是可以看到出來的 當然它這一面牆我們是收貨的 因為師傅是沒有驗到有任何問題的 當然顏色不同 這個不要緊 如果是清碎樓 到時候後期還會油油 或者看看業主有沒有需要去做一個背景長 其實可以遮住 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就是醫務間 醫務間上方 入洗手間這個門框這裡 是有開裂的 有開裂 包括我們主位下方 這個位置 就好像門坎石這個位置 是有空鼓的 這裡是空鼓 然後這裡也有空鼓 這裡有空鼓 上方有開裂 下面也是開裂和空鼓的 OK 其實整間單位看完 其實我覺得 這間單位在香山漁虎來算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是過得去 空鼓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不算太多 反而開裂方面 就有少少多了 當然我們也是有驗樓報告 到時候我們也會交回去物業管理處這邊 要求介紹香山漁虎的保修辦 和我們的業主去進行執漏 如果你觀眾朋友 亦都有大灣區的樓 上哥頓幫你去驗收 可以聯繫我們客服熱線 9290-363 或者你可以直接上我們香港的公司 在太子始創中心 19樓19307 行藝接這一邊 當然 哥頓不只是收樓 包括我們也會有 裝修、大灣區的樓市、大灣區的樓 亦都有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聯繫我們的客服 記得CLS關注我們行藝接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也會拍更多精彩影片給大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嗯 李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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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